回到現場帶您來看到 就是南投的集集火化廠 是南投跟彰化地區 唯一的私營火葬廠 但是最近頻頻傳出 黑衣人來鬧場影響到員工工作 因此業者就發布韓文說 七月一號要停運 消息一出也讓地方人士相當擔心 遺體會沒地方去火化 現在南投縣政府說了 此事攸關到公眾利益 不予准許 而且還會介入調查 南投集集火葬廠 突然韓文公告 七月一號開始停運 這間火葬廠是南投跟彰化 唯一一間私人火化廠 突然要停運 原來跟黑衣人鬧事有關 業者在報告欄貼出聲明書 如果有人在外主張 是火葬廠的股東權利人 那就是公然詐騙 要民眾別上當 火葬廠的法定代理人 就是眼前之間慈德寺的前住持 土地也是跟廟方成租 疑似新就任住持有糾紛 鬧上法院 公共利益考量 以及正值疫情當前 公共衛生及智商民眾的需求 業者提出火化廠暫停營業案 縣政府將不予核准 縣府介入調查 不允許業者說停就停 得繼續營運 否則真的關門 影響的可不只是南投姓民而已 記者為授予南投報導